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花花 今天阳光明媚 温度也很舒服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的身后啊 就是咱们飞翔房车俱乐部的营地 我们看见营地上停了两台车 是要干嘛呢 咱们今天啊 就要用咱们房车上的柴油炉来做我们美味的午餐 好了 我们闲话不多说 接下来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开启我们今天午餐的旅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现在酒足饭饱之后啊 我们要来感谢一下今天的主角了 就是我们的柴油炉 它是一款体重只有13斤 身高13厘米 宽度37厘米的一个户外用的便携式的柴油炉 那它的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直接取用我们油箱里面的柴油 所以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方便 只要车里有油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做饭 不受其他任何条件影响 第二个特点呢 它是采用一个下层式的结构的设计 所以表面是没有明火的 也很防强风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即使我们在户外做饭 天气条件恶劣一些 也不受影响的 无明火 防强风 让您享用就用 那第三个特点呀 是它在经过充分燃烧之后 是不会有黑烟的 更加不会堵塞 第四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火力值表现非常好 它是有十档可以来调节的 一档的时候呢 火力值是600瓦 十档的时候呢 火力值高达5000瓦 所以可以满足我们中国人的任何烹饪需求 好了 这一台使用安全 用起来还很快捷 方便的柴油炉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